随着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进行 有分析认为说 这场选举不仅只是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的转折点 同时也标志着 俄罗斯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 迎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尤其是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 普京的立场无意将深刻影响到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国际舆论认为说 普京连任之后可能面临的国内经济挑战是多方面的 尽管经历了西方国家制裁 俄罗斯的经济却显示出了一定的韧性 2023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超过了3.5% 这一数字超过了多数西方国家 然而有经济专家表示 暂时经济模式可能会短期内推动某些行业发展 却可能会牺牲长期经济稳定和增长潜力 另外普京还将面临国内的人口老年化和劳动力市场不活跃等问题 波斯科的一位智库专家就表示说 普京下一任可能会推迟一些比如提高退休年龄等不太受欢迎的政策 来确保经济的长期稳定 但是这可能会加深民众对经济状况的担忧和不满 总之长期的经济制裁 依赖资源型经济结构和国内外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将是普京下一任长期将面临的一大难题 一些观察人士表示说 普京的连任还可能意味着与西方 特别是同欧洲国家关系持续紧张甚至加剧 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如何能够和平的解决上 普京与美国和西方国家间的对抗性政策和立场 可能会导致同这些国家发生严重分歧 另外普京的连任成功之后 将会为其提供一个更加坚定的国内支持 可能会加大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的军事的投入 以及政治投入 尽管制裁和外交孤立可能会持续 但是俄罗斯可能会寻求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来加强合作 以对抗西方的压力 美国的一些智库专家认为说 普京连任之后可能会继续来寻求 包括在中东、拉丁、美洲等全球事务当中挑战美国的影响力 这无疑会导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有分析认为说 普京连任之后的俄罗斯拥有一系列 包括外交、能源、军事和科技等在内的诸多优势和发展潜力 这为俄罗斯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带来可能性 但是 普京在将来如何应对这些计额挑战上 将同样决定俄罗斯能否在国内来实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 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找到其角色和位置 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当中 保持其影响力和竞争力 这不仅仅对俄罗斯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也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